台湾要来之前 民众会预期 那个菜会涨价 所以说早上一大早 就会有很多人到菜市场来买菜 目前所带的是台湾市冰展市 在东侧这一带 看到高山上 甚至于平地的种菜的 就赶快抢收 会送到这菜市场 看今天的菜到货量 比平时多很多 这个就是包菜 就是高丽菜 一笼一笼的 有很多都是从山上 昨天赶快采收下来的 一般我们买包菜的话 要找这种有重铸的 代表什么 它并没有农药 那今天看起来的菜 基本上比较小颗 那当然菜价呢 也会因为台风的关系 会有上涨 看到现场就是 大概这种情形 各位看一下 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 说实在的 我个人感觉啊 这个菜市场是全台南市最大的菜市场 这部分本来是没有的 但是延伸过来的 正常来讲呢 菜市场在正前方那边 那个红绿灯在往前走过去那个地方 才是真正的 冰仔市最早的菜市场 那我们可以看过去 好再转回来 这是水果摊 水果的价格标志在上面 我们说实在的水果有很多是进口的 但绝大部分呢 很多也都是台湾之间自己种的 尤其西瓜 还有凤梨 所以这两家水果摊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台湾还没有来 目前还在东部外海的地方 这边也是菜饭 马铃薯 土豆 猪肉汤 今年的西瓜特别的贵 也不知道为什么 胡桃区瓜都特别贵 来 这个酪梨 跟那个 国外进口的酪梨差很多 台湾的酪梨很大颗 跟这边说一下 台湾的金粮呢 一斤是600克 一斤是600克 是老正 也就是所谓的半斤八两 今年的番茄 一下雨就特别贵 这边看起来不是很漂亮的番茄 实际上一斤啊 大概就要人民币 十七块 十六七块那边 十六七块那边 冰仔市市场旁边的东侧 这边就到前面那个红利灯 再过去一点点 就做这一小段 那等一下还会走到冰仔市 另外一侧去给各位看 那边人潮就非常非常的多 这边菜的价格 这边菜的价格 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预期涨价心理 所以说输果赶快买 每次都会涨 这边最特别的就是鸡蛋 这里已经卖33 那另外那一头就不需要那么贵 只是差几步路 前面那一头就卖一些一样的东西 我就不走过去了 我从这边绕过来 大概一斤五块多 六百克五块多 这个品质就不一样 这边明显的有价差 有价差 大家把价格出于4.5 就等于人民币的价格 不过差别就是 4.5以外 基本上还要少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金粮是六百克一斤 我记得新疆那边是 以公斤计 那内地的话是以五百克为一斤 这一小段就给各位看一下 东侧的部分 有看到它写拉马夏 拉马夏在山里面 那种子的芒果就赶快采收 会看到山里种的芒果 明显它的表皮会比较丑 那这个就是平地种的 因为平地在种的 它基本上会把那个水果用纸包起来 明显一看就知道这山上种的 两种不一样 现在的位置 我已经来到冰宰市真正的路口 也就是台南市中华路跟中华一路的交叉口这边 可以看到远方测量还是不多 也可以看到天上的天空还是阴天而已 还不还没有进来 目前所在的是冰宰市这里 那这间水果摊 我平时会跟它关注 因为它东西有比市场上便宜 非常的多 我们走进来呢 会看到冰宰市 就是真正的冰宰市在这里 这边会看到很多摊商啊 直接会把那个摊位啊 架在马路旁边 一般来讲都会在这个白线里面 可是呢 就是有少数的几家啊 会把他把它移到那个马路上 哎 警察 警察大人 没有来取缔 为什么 听说这边是市场管理局 市场管理局自行管理的 所以说警察也就不介入 感觉 反正市场管理局不管 警察不管 就是感觉上就是 自己想不想说 菜市场呢 走进来 先看到就是一些摊贩 那因为现在下雨啊 所以说笋子又是出来的 立足笋现在是旺季 现在的绿鼠水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这边走过去也是一样会有 那边大部分都是卖水果的 等会再带各位逛 走到这边呢 这是海鲜类的 他一集 你才有时候 我就再多一句 你会霸杂 你怎么会霸杂 你排的 你怎么会霸杂 虾子还有 你会霸杂 小卷 你还可以 150千 200 500 500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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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是我推薦賣水果的 感覺最甜的 它都場地之下 前陣子賣芒果 可能芒果 愛文芒果快過了 現在賣香瓜 下雨天 很多人今天不用上班 宣布放颱風醬 紅眼出來了 價格有點高 西瓜 現在西瓜都不敢標示價格 因為一標示價格就會把客人給下 這個賣炸物的還沒炸好 要不然它的聲音不錯 這間賣海鮮的 它的海鮮感覺上比較新鮮 我推薦大家來要買 跟這家買 因為它的小捲是非常的新鮮 這個是花枝 如果你有出海釣魚的 大概就知道 花枝完一包才賣一百 也是滿便宜的 這個過去呢 本來這邊呢 也是一個市場 但是裡面沒人進去 市場就排在外面 其實它裡頭一格一格下 沒有什麼參加在裡面 走到這邊 有一個賣烤地瓜的 飄香鹽烤地瓜 它的價格呢 會比一般的超市 一般的超市賣的地瓜便宜 一斤好像目前是台幣80元 一斤 能有一點多 這間它的玉米一斤25塊 大概人民幣4塊多 這就是台灣的菜市場 摩托車也騎進來 剛剛看到那邊的小捲 比較大隻 已經賣一百五 它這邊呢 它那個兩斤一百塊 比較小 這個比較甜 這小隻的 我常常買這個回去煮 那這個比較漂亮的就是 價格就比較高 左邊250 這是比較新鮮的 這是龍膽石板 他們家的蝦子我也常來買 都看價格 這邊又這家 又把單位都擺出來了 所以說這邊就會賭散 賣花的 應該是初一十五的時候 然後龍力初一十五的生意 生意最好的 就走進來 這邊呢 是最早 台南市冰仔市最早的位置點 那慢慢的往外圍就拖展開了 可以讓各位看到 目前台風要來吃前的一個菜價 市場上 市場上的一個價格 這支影片是我第一次到冰仔市拍 雖然有時候都會來這邊買菜等等的 也是第一次 這家 彎角這家的菜 既新鮮又便宜 等會那一條 我繞一圈再走出來 這是冰仔市 不是高麗菜 菜都進來了 農民很辛苦 要搶收 之後送到這菜市場來 這個市場每天就是幾萬人 應該有過萬人吧 幾萬人會的食物都是在這邊 來提供 整個台南市大部分的做生意的 做吃的生意的等等 應該不只吧 應該 這邊的菜單應該攻擊到十萬人 應該也 沒有去實際上行進 非常多的人 這邊有幾家東西不錯 但是阿姨未經店家許可 我不會推薦給各位說到哪幾家 因為我如果一家一家的店家去問 很麻煩 像一開始我在拍的那個高麗菜 我就直接有問店家 說我拍你的好不好 他說OK 那我現在走在馬路上 給各位看 還是有人沒有戴安全帽 這個市場阿 說實在的 沒有戴安全帽呢 我就不予自貧 這家的丸子 如果吃火鍋 火鍋料可以推薦 這賣豬肉的 他每天賣好多蜘蛛 為什麼賣很多蜘蛛呢 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 當然是價格的因素 好的 我們從這一頭走進來 這邊醃製的 鹹菜類的 榨菜類的 你看這邊的豬肉明顯 所以我們有趕快在家 他那麼多 生死熟死在一起 這一種 看看 這一間是 阿美 雞肉攤 以前 常常跟他買雞丹 但是看到 舊的老闆娘不見 之前 可能退休了吧 蘇小姐 我以前都叫蘇小姐 常常跟他買 這邊乾過 我常常在這邊買 這邊有很多家 我也常 光顧買 我喜歡到這裡頭 其實等一下帶各位看 那個冰仔寺 他最原始的地方 是在裡頭 他是一格一格的 小屁花山 那 後來就是延伸到外圍 都是這樣 現在反而外圍的聲音 會比裡面好 不過裡面的價格呢 我感覺 有便宜也有貴的 我們走過來看這裡 像這家賣魚的生意就很好 魚都是新鮮的 如果想吃特殊的 伴水魚阿 像草魚阿 綿魚阿 等等的 右手邊這一家 他最主要也是專攻 草魚 還有 黑魚 不是就是 歐溜 那個 這一地要叫什麼魚 我就不清楚 長得蠻像草魚的 印象中 內地好像叫黑魚吧 不知道對不對 如果說錯的話 麻煩 粉絲告訴我 這是賣肉乾的肉褲 以前這條 大部分都是賣海鮮的 生意都很好 後來外圍就開了兩三家 那種大型的賣魚的生意就差 當然菜市場裡面也有賣乾貨的 海鮮類的乾貨 還有一些 這些南北乾貨 這些賣雞肉的 我常跟他關注 我釣魚的雞乾都是跟他買的居多 不過現在太貴了 那這邊也有賣鴨吃的 可以看到 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這邊本來有一攤賣魚的齁 但是好幾天沒看到他 搞不好就是因為身體不舒服吧 因為台灣現在 新冠肺炎好像又 點燃了一部分 很多人中了 包括周遭的朋友也中了 好的我們走過去 這阿婆啊 他的魚 有比較便宜 他瞪了我一眼 因為我偶爾會跟他買 我們走到那一頭去 帶各位去看魚市場 這家豬肉攤 現在已經賣得差不多了 這間如果要買要五點半 六點之前來 要不然像現在這時間點來 肉已經賣得差不多幾乎快沒有 為什麼那麼快 自己想 很多做生意的都是跟他買 可能我這樣講會對這邊一些 肉飯啦 肉攤會不公平 不過 市場自由經濟 誰划算 自然就會跟誰買 其實有的攤家可能他的價格 有比較便宜 只是我不清楚 我沒有買過 也就沒有跟他買 這邊有兩家自面廠 那都是批花攤市 做生意的 早餐啊 午餐啊 晚上的麵 我有時候會跟他買 有時候會跟前面的一家買 因為這邊就這兩家自面廠 看到很多做生意的話 就是一包一包這樣 就會拿 那我家吃的意麵 我也會到這種自面廠 意麵這種東西 在內地不容易看到 至於長什麼啦 我家有的 可以的話 我在家裡拍張照片給各位看 我也很好奇 本來 這台車的前面這裡 這個第一家是賣水果的 可是 這幾天都市場逛 並沒有看到他看 那前面這家賣水果的 是最環保的 為什麼 你跟他塑膠袋要自己自備 要不然他一個塑膠袋啊 賣一塊多人民幣 台幣一塊 那水蜜桃出來了 在內地吃水蜜桃很便宜 可是在台灣這邊是很貴的 而且 在內地 生活是比台灣物資上 比較便宜一點 那這家菜市場 這家呢 基本上 這家 它本身呢 菜會比較便宜 所以說生意特別的好 而且又比較新鮮 大部分都是產地直銷 早上這邊也有賣一些美食 前面有一家很有名的 那一家我剛剛忘了介紹 不過我最主要來各位看一下 這邊是賣海鮮類的 這邊有兩家 你會看人潮多與少 自己去品釘 這個我就不講 因為這樣會得罪店家 這間是幾個小女孩 新開的 他們的雞蛋 確實比人家便宜 今天的蛋 三十塊 前兩天還二十八 在之前剛開的時候二十五 好了 另外這家 最主要我走過來要拍的 是 正前方這家賣魚的 他們家的魚貨 直接 從魚港 直接送到這邊 你會看到很多人在這邊選購 價格標示在上面 剛剛被狗嚇到了 有些狗有經過教育 有些狗沒有經過教育 可以看到這邊菜市場的魚 非常的多 那為了不妨礙店家做生意 我就沒有進去拍 我再會拍一下 坐在那邊穿紅衣服 那個是老闆 那個 介紹有時候介紹很強實 有時候人多的時候 就講話就 稍微的 就像有點土性 好的 這一段先這樣 因為是一樣的道路 我就不拍了 我跳過去那邊再轉過去 鏡頭轉過來這邊 這是我剛才也提到 市場美食 這間的 東西 蠻好吃的 尤其它的粥品 就是 那個 西飯 鹹粥 還有吃海鮮 這邊是可以考慮還不錯 生意非常的 而且要等 它現在已經長到一碗九十塊 這菜市場 這過去那一頭有賣 羊肉的 我就沒有過去拍 還有賣豬肉的 還賣燙 我就不拍 走過來 這頭 剛剛沒走到的地方 我先聲明一下 我並不是檢舉人 那這段影片呢 如果說 有人因為這樣 違規 而被檢舉 我可以講 你可以大啦啦的 告 告那個檢舉人 雖然它是 民眾檢舉 你也可以去告它 為什麼 因為它算偽造文書 我拍攝的時間 它絕對會寫錯 憑這一點 就代表它偽造文書 為什麼 時間 時間 並不是 它所寫的時間 除非它跟在我後面 那目前來講 並沒有人跟在我的後面 正確的時間 是在哪邊 並沒有人會知道 這個常常就是888 奇觀就好 它如果收到華單的話 我要聲明 不是我檢舉人 那還可以去告那個檢舉的人 因為時間 一定是錯誤的時間 台灣有很多檢舉認為是正義人士 我覺得是害人的人士吧 我個人感覺這樣 雖然說檢舉會改善交通 但實際上 長期的台灣這邊 民眾檢舉的最後結論 有改善嗎 沒有 只是增加了 綠當局的收入 這是颱風要來的整個市場的一個情形 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奇怪 一般來講 菜市場 這邊生活物資 非常的充裕 只是颱風後 就是物價一定是非常 有些人就趕回今天 就趕快來採買 好啦 走出來剛剛走過的這條道 那就暫時的又把鏡頭給卡一下 有點起風了齁 這次感覺有點涼 代表什麼 等一下可能就要下雨了 下雨都是一波一波的 剛剛說的烤地瓜 剛剛說的烤地瓜 聞到好像的烤地瓜的味道 台灣這邊跟內地最大的差別 中國大陸內地的最大差別 就是置物行動 沒有那麼風情 所以說都還是拿著 現金 我覺得 還是 在中國大陸比較方便 逼一下就走 逼一下就走 但是最大缺點齁 你會感覺 無形當中買東西 都不會感覺 花錢的痛 有看到齁 龍眼 大概十五塊多人民幣 一斤 六百克 剛剛 剛剛所說的 沒走的那一段 這一段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這一段呢 來講 絕對是塞 為什麼 因為那邊有幾家賣水果的 他會把車子就開在攤位前面 把機車放在那邊 那造成進出就會堵塞 這都是延伸出來 不過剛剛我聞到一股很濃的 蟑螂味 其實這下水道啊 水果裡面隱藏了很多老鼠還有蟑螂 剛才那個蟑螂味實在太重 油條 現炸油條 反正這個市場你想要買什麼 大概在這個市場都可以找到 就一張一般的民生鼻曲品 前面那邊那一家賣水果的 它的價格有比較優 比較便宜 我就不拍了 那邊大部分就是這陣子大概就賣香蕉 果龍果還有巴樂 就前面那一家 我不過去拍 那它的右手邊這家 香蕉也是比較優的 看起來很多人在買玉米 我就不過去拍了 哇 我最喜歡的脆皮烤鴨 今天沒有開 這家鹽水機還不錯 啊 怎麼今天沒有開 本來打算跟他買的一樣 還有員工旅遊 好吧 太空電器員工旅遊 看起來 五天應該是出國吧 這邊單就賣三十三塊 有看到 其實這個菜市場 你只要多走多逛多比較 就會知道哪邊價格比較優惠 剛剛做過的 這水果攤 你有沒有看到 羅大車都是停在這邊 道路變得很狹小 這邊賣水果的 其實這兩家是親戚關係 卡在中間一間 跟他們無關的 這兩家其實你會發覺 他們的標價都一樣 這也是他們的 就是剛剛先遇到的那一間 那這邊有一間水果攤 今天沒有開 這就跟他們無關 這邊也有賣現做的水煎包 這家水煎包還不錯 推薦各位吃韭菜 這間的香蕉 成熟了 今天香蕉還不錯 那這間這邊 這邊有賣蛋 一樣 那邊標33 這邊也會標33 那香蕉呢 這邊可以看到 等一下 我要去買一點香蕉 為什麼呢 下雨天之後 香蕉一定會長假 好啦 冰仔市走出來了 繞了一圈 給各位看一下 我的摩托車 並沒有違規停 我停在前面那邊的旗樓 到規定 好的 已經看到 有風在吹了 阿哥 給各位看一下 風在飄了 有沒有看到風在飄了 好的 這個影片我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你會喜歡 我要去買香蕉了 喜歡我 記得關注我的頻道 同時呢 那個 推薦給你的好朋友 幫我按個讚 拜託幫我按個讚 那因為有你按讚 甚至你有評論 會增加我一點點 一點點的收入 有你的支持 我才有動力去拍下去 我們下次影片見 有一點點誇張 有一點點誇張 要離開的時候 居然 可以曬到太陽了 要離開的時候 這個整個 應該是 賺到一個颱風價吧 看看下午 看看下午 會不會真的是狂風暴雨 如果沒有 就真的是誤判了